大家早晨 今天是5月12月 星期一 即是股市已經開始 步入5月份的下旬 下星期一 已經是今個月期止轉倉和高峰日 下星期二 就是今個月期止結算日 而下星期三 就是今個月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即是這個星期 整個股市 將會漸漸受到今個月期止 轉倉和結算相關活動所主導 未講過市況之前 大家都知道天氣開始熱 其實我們藍市的辛苦日子已經開始了 襲衣、領胎、西裝 你不用動 你站在街上不用一分鐘 全部都濕透 所以我回到寫廁樓 整個都已經好像有沿水 真的很辛苦 但剛剛才開始 而是六、七、八、九 這四個月 這四個月 真的辛苦得很厲害 所以我不帶到胎了 希望大家諒解一下 看看市況 上星期五 技術上市是進一步轉差的 先看看指數 行指早市先低了192點 去到19535點 之後輾轉反覆跌到19352點 即是這分鐘創了五月份的新低 之後有少少技術上的後抽 回升上19610 但最終收了19450 都是跌了276點 成交鑑碼 偏縮只有952億 技術上來說 今個月的高低位相差時間 已經抹開到有十個交易 說真的 勉勉強強是可以收貨 不過問題就是 整個禮拜的市 會受到期指轉倉和結算的活動所影響 不排除做淡那些 還會加把勁 所以大家在部署方面 短炒方面是保守少少少 5月份直到這一分鐘 都是先高後低 指數是由8號的高位 20321 跌到19號的低位 19352點 即是今個月的波幅 已經是輕輕擴闊到969點 第一 一個月高低位出現的時間 但在十個交易圈之內 勉強可以符合到最低的要求 但問題是969點波幅 可能還是比較小 如果整個月的波幅有1100 1200 甚至1300 既然是先高後低 高位出現 低位在哪裏 大家用心算一計都計到 加上 指數收了19450點 怎麼計 已經是第二天跌穿250天線 即是換句話 現在指數是跌穿所有平均移動線 可能過多兩天 十天線會進一步跌穿250天線 出現一個死亡的交叉 即是換句話 現在指數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技術上形態上是進一步轉弱 所以任何短炒人士 如果贏得去四格五格 我都不敢說八格 因為實際上那個市 它真的那個波幅很小 以往市淡靜 屬於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 而市可能屬於沒有波幅而沒有反彈 任何的部署 你當然不要急不要用 好了 在市況不明之下 有兩隻衍生工具 分別有一隻是恆子的認購 和恆子的認購給大家選擇 看好後市的當然可以做少少部署 不過不要急不要用 看淡的亦都有一隻產品給大家參考 先講講瑞銀的26624 恆子的認購證 到期日是今年十月二八都比較長身 行使價是21,300 實際槓桿大概是10.54倍 每一手一萬 入場費每一手是900元 至於一隻認購證 編號是12248 是12248 瑞銀的恆子認購證 到期日是今年的9月8日 比較近一點 行使價是18,350 實際槓桿大概是8.26倍 每手一萬 入場費每手是1060元 如果大家想知道 瑞銀的恆子認購證 26624 和瑞銀的恆子認購證 12248的街貨和條款是怎樣 直接卡入瑞銀UBS的網站 就看得很清楚 好了 總是分析 先講到現在 整個人已經飆了項 熱得很厲害 整件衣服都subscribe 真是失禮了 好了 好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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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不要分享